文太师班师回朝 周王天子率文武百官 在十里长庭迎接太师 文太师这一回来呀 有高兴的 有烦恼的 高兴的是那些忠臣良将 他们早就盼着 文太师早日班师回朝 把这个朝纲重新整理整理 现在简直不像样子 还哪像个朝廷 以皇上为首的 这三宫六院 简直都乱了套了 这皇上是既不声朝 也不阅文 文武大臣都不见 整天泡在寿仙宫里边 吹打拉弹唱 现在倒不在寿仙宫待着了 搬到露台上去了 好嘛 登高远望 嗨 皇上玩得更开心了 你说这还像个朝廷吗 这是这些个忠臣们 很希望文太师回来 你至于费众游魂他们呢 他们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 也不希望他回来 不是说远征北海吗 就在那征吧 其实费众游魂呢 也没见过文太师 这两天天子一紧张啊 把这个费众游魂呢 也给闹谋了 他们悄悄进宫好几次 去见达姬娘娘 达姬也偷偷的问费众游魂 说这文太师是个什么人 啊 怎么皇帝这两天神不守舍呀 拿东忘西 哎 这个酒量啊 也减了 是歌也不听 舞也不看 我跟他说什么呢 他就哼哈的 瞎答应 要是 往常速日呢 哎 我可以问问他 这回我不能问了 怎么好像在他的跟前 不能提这个文太师的事 自从皇帝听说 太师要回朝 他就这么为了 那你们二位说说 这怎么回事 这俩一听 也有点抓着脑腮 不瞒娘娘千岁您说 这文太师啊 我们没见过 哎 文太师出征的时候呀 我们 刚上朝 就是刚封为夏大夫 这不是走了十多年了吗 我是广听传说 据说呀 这位太师可以掌朝 所谓掌朝呢 就是朝里的事啊 他说怎么办 就得怎么办 哦 大吉一愣 这么说 皇上决定的事 这个太师 也可以给推翻了 那当然 哦 怪不得 这两天 皇帝 有点神魂颠倒呢 他为什么 那么怕这文太师呢 哎 我亲眼看着 他连伤荣笔杆 那笔杆谁啊 那是他皇叔啊 是他皇父的哥们弟兄 我看赵王天子 都没拿他当回事 那怎么这个文太师 这么凶呢 哎呦 费众一听啊 我说娘娘 我得跟您哪 介绍介绍 介绍什么 叫这文太师 我可也听别人说 他受过脱孤之众了 大吉一听笑了 嗨 脱孤算什么呀 不是眼看着 那老皇上不行了 啊 就把他身边大臣叫过来 嘱咐几句 你们要帮助新皇帝 治理好朝纲 大不了就是这套呗 可听可不听嘛 老皇上都死了多少年了 干嘛 拿这个脱孤当回事啊 哎呦 费众一听不行 我的娘娘 您可不知道啊 那太师脱孤是怎么脱的 不错 帝皇帝病危的时候 躺在床上 哎 他让他的皇子 周王啊 跪倒在文太师的面前 头上顶着这么一条边 这个边就代表老皇帝 可以上打军 下打臣 谁惹恼了他 文太师提着这条边 就可以呀 给谁来三边 打死白打 他是这么拖的孤啊 不瞒您说呀 娘娘 现在文太师啊 就是我朝中 站着的 第一皇帝 你说他能不厉害吗 要不怎么天子 一提文太师 他就变言变色 日坐立不安 哦 非中游魂一番话 也把达基给震慑住了 达基低头不语 半赏无言哪 最后他皱着眉头 问这俩 二位爱卿 那你们说 哀家我应该怎么做呢 非中一听 怎么做 哎呀 娘娘千岁 您这两天呐 老实点吧 别紧着擦腌着抹粉了 也别一天三次 大排演演了 打击一听 排什么演演呢 啊 皇上都给我规定好了 我应该吃什么喝什么 我这两天心里头 甭提多不痛快了 行了 您忍着点吧 啊 您也别唱了 也别跳了 您告诉滚娟一声 这两天呐 别让他编曲了 哎 最好啊 您就在屋里头啊 猫着 打击这气 我堂堂正宫皇娘 猫着干什么呀 我还想见见这位文太师呢 哎呦 喂 非中游魂一听 记了个大个冷战 娘娘 您最好别见 哎 您要一见他 他万一要瞅着您不顺眼 我们可听说了 这文太师可撒眼睛 哎 他当中那只眼是特管事 这句话倒提醒了大吉 打击一听 哦 这个文中文太师生有一只神木啊 打击心想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还真得躲他远点 怎么 别回头 他才看破了我的原形 那可就麻烦了 哎呀 听说你们二位 也得跟皇帝去接太师 是啊 哎呀 哎呀 娘娘 别提了 万岁爷这几天哪 坐我不安 我们俩都三宿没睡了 我们也啊 揪着心 攥着杆 加着肺 天天这哆嗦 我们不愿意见这个文太师 我们奇怪的是 他好端端的放着账不打 你说他回来干什么呀 可把这费中游魂给逆为坏了 那他们也没辙呀 今天也得随大陆啊 混在文武观中 跟随着赵王 出来接这个文重 等老远看见文重文太师的时候 呵 这文武百官啊 一拥而上 都要跟文太师打个招呼 文重下的墨其林 把边交给了自己身边的弟子 先来见驾 这赵王一见文太师 甭提多亲热了 哎呀 老太师 想杀了寡人啊 太师远征 为国分忧 保守安玛之劳 寡人心痛不已啊 哎 北海经过一番苦战 那只有太师的威望 和本领 才能平定北海之乱 今日奏开还朝 乃万民之幸 寡人之福也 这王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文太师 文太师挺感动啊 老臣 回到朝来 万岁 御驾 亲营 臣 惶恐不安啊 老臣无能啊 此次平定北海 苦战十余年 托万岁之洪福 终于 降服了 北海王 袁福通 今日这才奏开还朝 全赖天资之圣威呀 呵 君臣好一番客气 中文武呢 你一言我一语的 啊 向太师道贺问安 周王告诉文太师 亲家要多歇息几日 然后啊 寡人 生仇请太师来 再说一说 北海之战的经过 意思就是 不用忙着汇报 有什么话咱们过几天再说 太师谢恩 随后 让武城王黄飞虎 威子喜威子眼 护驾 送万岁还供 自己呢 回太师府 就在这同时 文太师啊 悄悄的 和武城王打了个招呼 意思是告诉武城王 咱们两个先谈一谈 最近朝廷啊 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 我再上朝面军 武城王心领神会 就明白了 哎 文武保着架 把周王送走了 文太师随后进城 他不进城 则已啊 进的昭哥来一看 老太师就傻了 当时就愣那 怎么了 他首先看到的 是笔竿成像的灵鹏 刚才他还觉得奇怪呢 在长庭前 建家的时候 跟文武打招呼 他一看这个文武之中 啊 这个声脸挺多 手脸很少 就平常和文太师一起啊 上朝下朝的那些众元都没怎么看到 文太师啊 当时还在想 可能这些人 年老体衰 行动不便 没到长庭来 接我 你像什么 首相商戎 那都八九十岁啊 你也不能啊 这怪罪老相爷 文太师想过这个事 但是笔竿总得见吧 刚才光顾打招呼了 这一番热情 就没机会问出口 现在一看 这个灵鹏 搭得这么高 这是谁的灵鹏 有人禀报 说这就是 雅相笔竿的灵鹏 哦 哎呀 逼竿成相 何疾而亡 他得的什么病啊 哎 问他这儿啊 没有一个能回答的 有知情的 有不知情的 知情的也好 不知情的也好 谁也不敢 在文重文太师面前 乱说一通 说完之后 那负不起责任啊 你知哪句说的对 哪句说的不对 另外文太师 脾气特别暴躁 他性如烈火 如果你要跟他实话实说了 他当时就能上朝 去问赵王 你说这不麻烦了吗 起码老太师远征归来 也得让他传传气啊 休息休息 有什么话再说吧 要按照 当今皇帝赵王 最近的所作所为 这几年来 要屈指给这皇上算一算 两天两夜 也说不完呢 他那出手的地方太多了 你说这一句两句 说不明白 所以大家 浅口不言 文太师 不回府了 他带着弟子 还有一些 随从的文武 先到 彼竿府 调记 丞相彼竿 调记的时候 文太师再三 动问夫人 就是彼竿 丞相的夫人 说彼竿丞相 是什么病死的呀 夫人只说了一句话呀 说什么呀 摘星而亡 文太师越听越糊涂 咱们当朝的宰相 落一个摘星而死呢 这真奇怪 文太师满府狐一呀 他回到府中 换了衣服 叫他的弟子 马上把吴成王请来 吴成王啊 没等请 已经来了 黄飞虎 连家都没回 就是没回府啊 把周王 给送进五朝门 他马上 就赶到太师府来了 文中一看 哎呀 飞虎元帅 你来得好啊 你快跟我说一说 这昭歌城 这怎么了 老夫进城来 所闻所见 与我出征之时 真是有天壤之别 我记得那时昭歌 繁华似锦呢 今日怎么这样冷冷清清呢 我已经看过了 昭歌的百姓 无论男女老少 一个个呀 满面愁容 而且面有菜色 特别是方才在长亭建架的时候 我见天子 和我说话 貌合神离啊 词不答义 不知道皇上在说些什么 同时我看文武啊 好像也有点语言又止 黄元帅 这究竟是怎么了 哎呀 吴城王黄飞虎 还没等说话呢 掉泪了 老太师 又大吃一惊啊 元帅 因何悲伤 太师 一言难尽呢 吴城王黄飞虎 就把呀 天子昼王 如何到女娲宫降乡 降乡的同时 写下细诗 亵渎神灵 从那儿回来 就要天下玄美 后来看中了 冀州侯苏户的女儿苏达基 逼得疏忽 大反昭歌 自从把这个达基 纳入宫中之后 这江皇后怎么死的 如何刀斩二位太子 上大副梅伯 是死的是如何凄惨 洋人被挖了二木 怎么修的这个 肉林 酒池 菜盆 刨烙 又咱们修的这座擂台 废众油魂 骨喝盛葱 当今天子 谜语酒色 东伯侯 被天子给逼反了 皇上无端 杀了南伯侯 鄂顺 其子恶重与未复报仇 领兵犯境 又杀尽昭歌呀 无端的 无端的就把西伯侯基昌 混到油里七载之久啊 并且将他的大公子 博一口 乱刃分尸 做成肉饼 逼着西伯侯 吞咽下去 西伯侯基昌 现在拜江子牙为丞相 看来 他胡诗淡淡 日久必成朝廷之大患 我们的万岁 无端 就收藏几个美女 最近又有一个胡喜妹 根本不知道此女的来头 不过 此女生的是容貌过人 皇帝就把她收纳于 六院之住 不知这是何意 又让崇侯虎 修了一座 晚恶的露台 太师 这座露台 那是千百句 黎民百姓的博谷 堆砌起来的呀 好狠毒的崇侯虎啊 他是每家每户 三人抽丁出其二 二抽其一 一人 你也得出宫 来修造露台 露台已经造好了 但不知 逼散了多少人家呀 黄飞虎说着说着 是声泪俱下呀 他十分痛心呢 特别是讲到 特别是讲到 笔竿被害呀 说是皇帝也不知道 接哪找来了一大堆狐狸精 就在这个露台上推杯患染 而且让笔竿丞相去陪酒 笔竿丞相 笔竿丞相和我定了一计 我们追赶这些妖怪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然后在悬缘坟 把这些狐狸精都给烧死了 谁知道 惹恼了达姬娘娘 她把笔竿丞相 活活的 摘心致死 黄飞虎 断断续续的 把这么多年来朝廷 发生的事情 一点不辣的都跟 文太师说了 太师不听则已 这一听 气得他这哇呀呀鬼叫 站起身来啪一下 一拍转 哗啦 就这一巴掌 就把这桌子给拍散了架子了 气得太师 立目原称啊 咳那哇 咳那哇 他当中的神木 不是随便可以睁开的 这一睁开可了不得了 放出三尺多长的白光啊 黄飞虎赶忙解劝 太师息怒 太师息怒 哎呀 黄元帅 这不是息怒的事 老夫受脱骨之重 天子 天子 如此昏庸无道 是我文重失职啊 有付先王之托 久后有一日在地下 我有何面目 去见先王 黄元帅 你先啊 把朝廷的事情 简单料理一番 三日后 老夫面君 亲上 调臣 就按照黄飞虎 说的这个 哎 文太师 要逆一份表 写成奏章啊 那么 该废除的废除 哎 该处理的处理 什么奸臣党道 把奸臣扫一边去 不是就完了吗 说打击祸乱宫廷 把他贬了 不是就算了吗 有些话呀 文太师当时 没有能够说出口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闭门三天不见客 谁也不见 亲血调臣 到了第三天 文太师率文武百官 在九间殿后驾 周王啊 听说太师 报本上殿 可把周王忙得够呛 他连早点都没吃啊 赶快收拾准备 把那个炸鸡给下的呀 藏在屋里 扒着那帘子缝 偷偷地看这位皇上 他想出来说道两句 周王不让他出来 他已经告诉炸鸡了 这两天哪 你最好少说话 与其 你也少出头露面 太师回来了 简直把这位 达姬娘娘 给闹晕了 达姬娘娘一想 这文太师怎么这么横啊 达姬至于这么害怕吗 那当然 您别忘了 这狐狸狡猾是狡猾呀 但是他胆特小啊 所以他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赵王生朝 绕过影评 丙正归作 文太师早把表彰 在龙叔案上铺开了 内容共有十条啊 这十条都是什么呀 拆露台 废袍 填菜盆 拔了肉林 平了酒池 扁了达姬 斩废油 开仓放阵 招安东南二侯 招贤纳市 纳中建是广开 沿路